拿起經紀人身上的瓦斯火槍 想要秀一下 沒想到孫安佐這個動作 引來警方關注 十九號上午還被檢警搜索 一人孫鵬的住家遭到搜索 當時孫鵬跟迪英 其實都在家中看到警察來 其實是相當淡定 實際暗門鄰家中無人回應 附近鄰居也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而根據了解孫安佐被搜索時 還在睡夢中 被家人叫醒乖乖配合調查 警方在他房內搜出黑色粉末 疑似試火藥 另外還有發現匕首和機械零件 但沒有找到他帶去夜店的火槍 警方不排除日度搜索 其實過去孫安佐就因為玩火槍 差點被城市科大退學 近期高調研發冷兵器 經常分享自己磨刀影片 還說要辦展覽 結果高調分享卻被警方搜索 而他的媽媽敵因在臉書上首度發聲 稱你已經是獅子了 何須證明何須炫耀 引發外界聯想 孫安佐惹事風波 一波未平一波有期 三天新聞道理廠 林玉君臺平總報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